8月23日,中国男篮在亚运小组赛中,击败哈萨克斯坦迎来了两连胜,但这场比赛男篮在细节上做得不够好,特别是第二节被对方将单插追了上来,班场仅仅领先一分,最终,还造成了王哲林五发下场。 周琦自贩,董汉林自贩,在内线打得中国队非常难受,对此,比赛中,姚明多次对周琦和王哲林面受记忆,而在赛后,姚明明确对周琦提出了新的要求,他表示,我们都明显的感到周琦在过去一年里变强了,但现在他必须提高的一点,来自于精神状态上,他需要变得比过去更勇敢。 姚明对周琦下半场的表现提出了公开的批评,但是他也指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,你们会发现,当时下半场周琦的作用没有上半场那么大了,这是因为他的体能下降了,同时他的心理发生了变化。 在对方把比分摇紧的时候,他必须变得勇敢点,必须有杀死对手的决心,他现在必须培养这种来自于内心的力量。 姚明还拿赵瑞在打菲律宾时最后的抢断反击上来来做比较,他指出周琦目前缺乏的,就是赵瑞的那种勇敢。 其实不管在亚洲赛场上,还是立足NBA火箭队,周琦都需要培养这种勇敢。 对此,网友们纷纷称赞姚明说,一针见血啊,其实大魔王在火箭也是这么个问题,得安东尼安排你低脚站位拉开空间,但是你自己必须得再勇敢积极一点。 专业的人该专业的,事情,中国南南正在走上更好的路子,一针见血,姚主席独具会也,好样的。